局長會有個假甘牌之前 處理長也會給他檢查 請問局長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市民 很開心 我今天就接種了我第四針的新冠疫苗 同一時間我也接種了今年的季節性流感的疫苗 這是不同一樣的感受 我記得我去年初的時候 接種第一針的新冠疫苗 我曾經講過 我從那天開始感受到我有一個保護作用 我今天同樣感受到 我的新冠的保護作用加強了 而同一時間我也有了季節性流感的保護作用 這一次是同一時間 左邊流感 右邊新冠的疫苗是一個不一樣的感受 因為以往我們是分開打的 自從今年8月我們的專家委員會已經兇過了 其實兩種疫苗是可以同一日同一時間去進行注射的 我們剛才打了針之後 休息了15分鐘 感覺是相當良好的 同一時間我們的常任秘書長Thomas 和我們衛生署署長Ronald 也都是同一時間接種了 或者我給他們講講他們的感受先 其實這次都很順利 亦都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安排 可以有這個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一起去打針 所以我希望大家盡量利用這個機會 幫自己 幫家人安排 就是同一時間打流感 打新冠疫苗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衛生署長Ronald 我都是個人來講第一次同時接種兩個疫苗 但是那個過程非常順利 大家亦都見到 就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免疫保護 在這裏也是借個機會呼籲大家 大家見到我們都是身體力行的 為了自己的健康 為了自己的家人和自己所愛的人 就盡快接種兩種疫苗 謝謝 新冠和流感其實都是呼吸毒的感染 大家都知道兩年多的新冠疫情 令到我們不單止直接的 一些市民的健康和生命受損 亦都間接通過影響了我們的醫療的運作 令到有其他的市民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影響 那今年的Omicron的疫情 由今年年初到現在 我們通過大家的努力 就已經將那個疫情 現在開始有回落的跡象 其實Omicron的疫情 由年初到現在 有一個很重大的改變 就是我們的市民的疫苗接種率提升了很多 我們總體的新冠的接種率 在市民上已經是去到接近94% 而有超過七成的市民已經是完成了三針的接種 就是因為這個高接種率相比於年初 我們能夠將總體的嚴重的個案 死亡的個案是比起年初的時候減低了 也是這個通過和很多醫管局的同事他們的努力 令到我們的醫療系統能夠維持著一定的服務 盡量去減少對全香港需要公立醫療系統的市民的健康影響 所以疫苗接種其實是對抗新冠疫情的最重要的一個方法 如果我們的醫療系統要復償 我們的經濟要復償 甚至將來我們在對抗新冠疫情的時候要常態化 疫苗接種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必須的一話 希望市民繼續去到參與 積極做好保護自己的一個措施 至於季節性流感 確實過去兩年多 因為我們對新冠疫情的一些社交客來的隨時 包括口罩這樣 我們的流感的活躍程度是很低的 但是也是同一個原因 因為過往兩年多的流感活躍程度低 市民對流感的免疫力是大幅下降了 所以隨著社會的復償 確實在冬季的時候 新一波的冬季流感是令我們擔心的 尤其是現在已經有很多數據顯示 同一時間的新冠 加上流感的感染 是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重症 甚至是死亡的機會 所以為了保護好大家 我是積極地勸大家 在冬季的流感高峰來之前 要去參與 不單止是新冠的疫苗接種 也是同一時間可以接種 季節性流感的疫苗 我們政府的季節性流感疫苗 會在10月初就會推出的了 除了醫管局和衛生署的疫苗接種點 診所之外 我們的社區的疫苗接種中心 也都會同一時間進行的 對50歲以上的人士是可以同一時間 接種新冠疫苗的同時 可以接種流感疫苗 這就方便市民同一時間去接種 好像我們今天一樣的程序 希望各位市民積極地去參與 大家保護好自己 令到我們社會能夠復常 令到我們醫療系統能夠復常 也都順利地通過我們冬季的 可能面對的一個挑戰 接下來我交給衛生署長 林醫生去講講冬季 季節性流感接種的一些技術的情況 麻煩局長 我向大家回報一下一些數字 正如局長剛才提及 在現在這個新冠疫情仍然肆虐的期間 但社會的人流物流也都大量增加了 所以我們是要預防 嚴防這個流感捲土重來的 尤其是冬季會不會造成一個大爆發 這個我們一定要嚴陣以待 去做好一些預防的工作 在這一方面 其實衛生署已經採購了超過100萬劑的流感疫苗 就是為了我們這個政府防疫注射計劃 那裏是透過衛生署和醫管局核下的所有診所 為一些目標群組進行接種的 現在的目標群組就包括了我們的醫護人員 孕婦 6個月大至少於12歲的兒童 智障人士 和免疫力低的人士等等 在整個防疫注射計劃推行之時 我們當中也要重點提升在學童方面的疫苗接種率 所以我們在9月29日一如既往 就會推行這個免費的外展疫苗接種計劃 在這個計劃之下 我們都增購了30萬劑的流感針 透過外展服務去到小學、幼稚園和幼兒中心接種 目前為止去到8月底 其實已經有460間的小學 和720間的幼兒院和幼兒中心、幼稚園等 都參與了這個外展計劃 我亦都在這裏趁機會呼籲其他學校 如果還未參加的話 他們都可以直接透過這個疫苗資助計劃 聯絡合資格的醫生去接種的 另外一方面 在剛才證明局長提及 在新冠和流感雙重的威脅之下 其實我們都要開放多些地方 同時可以進行一起的接種 在這方面 在我們衛生署指定的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和母嬰健康院 亦都會在9月底接受一些網上的預約 可以給合資格的兒童進行接種 在這裏亦都呼籲所有家長 就盡量帶你們的小朋友 去進行這個流感疫苗的接種 如果他們都符合新冠疫苗的時候 都要同時進行的 在第三方面 就是我們亦都網羅了 大約有150位的私家醫生 他們就有服務點 超過2200間診所 他們亦都會提供新冠疫苗 和流感疫苗的接種 在這裏我們的名單 亦都會不日公佈 大家亦都在網上 就聯絡這些私家醫生進行接種 最後亦都提一提大家 就是過去兩年 流感相對感染率低 這個主要歸功於 是一個好的防疫措施 包括了大家戴好合適的口罩 做好手部衛生 以及就是要做好其他的一些防疫措施 包括了大家要保持均衡的飲食 多做運動 保持充足的休息 以及就是不要吸煙喝酒 喝酒吃煙的 在這一方面 我希望大家齊心協力 做好這個預防新冠 和預防流感感染的工作 麻煩大家 謝謝市長 現在來回答問的時間 有沒有行家有提法 現在的 第一就是想問班局長 10月是否有望去到放軍去到離家 以及都想知道有醫生事件 都事件濫發針子被補 想知道濫發針子的獎勢是怎樣限量 是否是一個專業奪決事件 還是為什麼 首先政府很理解市民社會 對於在疫情防控上的一些措施 包括了我們對境外旅客入境的檢疫安排 政府一直都因應疫情的發展去做檢討 也都會在因應疫情 最近有一些回落的跡象 我們是會適時推出一些優化的措施 至於準確是多少 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公佈 到時會將詳情跟大家講 至於我們最近知道的 就是有一些我們的醫生 一些專業人員 涉嫌濫發一些疫苗的豁免書 首先疫苗的豁免書 是有一些很嚴謹的準則 衛生署和衛生博物中心 都已經發了一個指引 是給醫生去參照 然後才可以發出這些疫苗的接種 豁免書 專業人士是應該嚴守我們的專業的準則 是根據這些標準 也都根據一個很嚴格的臨床的判斷行事 我對於有一些專業人士涉嫌 違反了專業操守 其實是極度的失望 我也都希望我們自己 我自己作為了醫生 我很希望我們的同行 守好這個專業的準則 這樣才可以得到市民大眾的信任 對於這些如果真真正正是違反專業操守 甚至是干犯了刑事罪行的專業人員 我覺得整個社會都應該是予以譴責 也都是應該採取一些非常嚴謹的法律上的 和我們專業方面的一些紀律處分 在這方面 我知道這些個案已經是入了一個 在警方的一個刑事的一個處理的過程 而如果是有需要的話 這個香港的醫務委員會 也都會跟進去作出在專業上的一個處理 至於那個新冠的疫苗豁免 有些什麼標準呢 我想請我們的衛生防護中心的總監 徐樂堅醫生去解釋一下 好 防護中心在我們疫苗注射計劃開展之後 都有一套準則給我們的醫生同事 去出一些豁免證明書 在疫苗我們都打了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 我們都有很多科學數據得到 所以我們現時其實都得知 也都跟我們不同的專業的組別 包括疑科、婦產科、內科等等的組別 醫護同事都有一個很有的共識 就是說真正因為那個醫學的問題 不適合注射疫苗的人數是極之少的 亦都不適合注射疫苗的時間 可能亦都是很短暫的 所以我們一直都有很多的資訊 給予我們相關的醫護同事 這些亦都是我們日常的 一個醫護方面的聯繫 當然就著每一個個案 我想都是要靠醫生同事 和那個病人去了解 他是否真的有這個醫療的需要 去取得豁免證明書 所以就著我們現在的個案 尤其是一些個案 它是發了比較多的豁免證明書 亦都可能是沒有一個很詳細的核實 這方面 我想這個要靠我們警方的同事 做一個刑事調查 我覺得得到一個結果 謝謝 下一位 From LTHK Secretary Is there any new timetable or progress for scrapping hotel quarantine or so-called 0 plus 7 policy and about people being arrested for using fixed vaccination exemptions what's the criteria and will there be tighter regulation on this? The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every option to try to improve our economic activities as well as our connec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so we are considering the logistics and at the right time we will make the announcement with every detail regarding the recent incidents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issuing medical exemption certificates and abusing this making fraudulent certificates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and these cases are under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I must emphasize that as a medical professional I am deeply disappointed by the action of such because we are entrusted by the public and we have the duty to protect our public from public health risk and threats so we have very clear guidelines and criteria for insurance of these medical exemption certificates and these are based on huge experience from the vaccination COVID vaccination programs I must emphasize that COVID vaccine is a very safe vaccine and there are very few contraindications for vaccination and some of these contraindications are really short term so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se clinics have actually issued over a hundred and even thousands of certificates for exemption from COVID vaccine this is definitely highly suspicious and I would certainly urge both our medical profession as far as the public to try to avoid doing this and this is really a criminal offence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not just the production and issuance of such exemption certificates is a criminal offence which may possibly need to imprisonment for 14 years the use and procession of such certificate may also be a criminal offence with the same penalty 您好 林 柳 美 給你 請您一位明明 首先請教授 您對袁岡教授的文章 是甚麼回應 現在香港會有一個範疇 最終目的就是 市民有否的望面 都取消所有收費水 將它來採取 或者是要戴口罩 你們都想問 你們是不同界別 或是貴階政府的網絡 才對香港會變得來給少 政府是否受到壓力 要加快一些放寬 進行措施 0136的假令 和一個下一個方案 是否有問題 對於專家的意見 政府是非常重視的 其實大家也看到專家意見 其實從政府或者市民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政府也都是在我們的醫療系統 能夠復償的情況之下 是會考慮提升我們的國際競爭力 和經濟復償的一個力量的 所以在兩方面是沒有矛盾在這裏 至於任何的方案我們都會考慮的 無論你說的零加三或者零加零 不過我這裏都要強調 作為醫務衛生局局長 我們有責任去保障全香港市民的生命健康 醫療的復償 其實在我們整個社會講復償的過程 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很高興今天我們醫股局的主席也都在這裏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醫股局的同事已經做了很多事 去到令我們的醫療系統復償 由原本的疫情在最近七、八月我們下季的時候 一個第五波的一個反彈 是Omicron的再侵襲呢 我們其實已經由原本的影響到差不多三、四成的醫療服務呢 現在開始是可以回復我們的目標是儘快能夠回復起碼 我們八成的正常服務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更多空間可以提升我們社會的那個經濟動力 和對外的連接的動力 但是同一時間呢 今天我們做的疫苗接種是很重要的東西 大家如果希望想加快速度去復償呢 其實疫苗接種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來的 我們這一波的Omicron的疫情 年初和下季的很大的分別 我們能夠在這個時間上 疫情不會好像海嘯式那樣大規模的上升 也都我們的醫療系統能夠維持到服務呢 其實這個疫苗接種是功不可沒的 我們回答還有一題是這位女士 兩條例子 其實一條都是想問石膠區域措施的 其實很多專家說用科學數據來看的話 其實石膠區域措施是可以取消的 請問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其實為什麼仍然維持石膠區域措施是有什麼考慮呢 你還問回兒童版的公開疫苗 想問一下其實有沒有已經知道 什麼時候會來到香港 會不會見市民等多一會打這隻疫苗 亦都想問會有多少機會 我強調新冠疫情全球是未結束的 世衛組織也都最近很剛剛的 也都提醒了新冠疫情未是全球結束的 而我們的專家也都提到 我們是有可能會在冬季面對另一波 也都有可能有新變種的 所以作為負責任的政府 我們必須要確保 疫情不會有再次的一個反彈 我們有些措施是要很小心地去做 也都政府是不希望走回頭路 我們希望我們的方向是堅定的 至於那個兒童的新冠疫苗 那個Beyond7的疫苗 政府已經是去到一個採購的階段了 會在一個很快的時候就會到港 我們會盡快推出 為我們的小朋友去接種 不過我要強調一樣的 就是我們現有已經有科興的疫苗可以開始打了 而一應我們有可能面對冬季的一個 另一波的疫情 我是強烈建議那些小朋友他們的家長 是不要等Beyond7的疫苗了 其實這個科興疫苗 也都是有相當好的作用的 在這裡也都要再講 就是關於那些針對Omicron的疫苗 市民也都不要去等 新一輪的Beyond1的Omicron的疫苗了 如果你是需要接種的話 應該是及時接種 我和我們的同事 就是給了一個例子大家看 不要等其他的疫苗 現有的疫苗已經是非常之有效 現有的疫苗對Omicron都是非常有效的 那現在是等到冬季才會再放鬆 即是是他的意思 我沒有提過 我說了是我們一直都見到 我沒有提過是要冬季才放鬆 冬季已經是另一件事 局長說高南要以八成的政策 沒有一個委員會 是現在的政策 沒有一個成論 或者預計有幾次去到八成的政策 我們現在遵照政府的防疫政策 正在積極做復償的 我相信很快我們就會回到第二期的 幾天內 但詳細我們今天下午 是會有一個例行記者招待會 我想在那個時候 你們再詳細和大家聊這件事 首先,您請大家更多支持 請大家更多支持 請大家更多支持 謝謝 謝謝 謝謝